对 这不是我们家娜老师终于生了吗 五经六两的混血小公主 其实早在怀孕的时候 知道宝宝性别后 娜娜就开始有点担心中国婆婆的态度了 因为毕竟我们家娜老师在中国留学过三四年 对咱们过去重男轻女的一些传统观念 还是有一些了解的 所以每次在和中国婆婆视频的时候 娜娜都会有意无意的强调她肚子里怀的是女宝宝 管她拿来女儿来 来来女儿都可以 我喜欢女孩 我也是 我也是喜欢女孩 反正是女孩 对 对 我也是 我感到很坏的 中国婆婆每次的回答还是特别暖心的 现在宝宝出生了 我们又收到了中国婆婆 从千里之外寄来的大礼包 这个是我的妈妈 中国婆婆 从中国寄来的 给我们小米娜的礼物 娜娜现在开看看里面都有啥 五公斤重呢 然后差不多一个月到了 一个多月 看看里面都有啥 都是我的妈妈精心准备的给我们的小宝宝 打开一看里面全部都是漂亮可爱的女宝宝的小袜子 小帽子 小裙子 足以看出中国奶奶对混血小孙女的喜爱了 帽子 这个帽子 这么这么大 我觉得你都可以戴 你都可以戴 这些都是在家里穿的 睡衣 有睡衣 有什么 这个 你可以 起毛巾 这个是什么 啊 围兜 这个是啥 吃饭的 好可爱 说实话 这些款式多样的宝宝的衣服 在俄罗斯这边还真就不容易买到 因为这边轻工业不是很发达 衣服的款式也比较单一 尤其是像这样宝宝的衣服 所以我们家娜老师看到第一眼后 就爱不释手了 直言等宝宝再长大一点 一定要把她打扮得像洋娃娃一样漂亮 该说不说 中国婆婆想的还真是周到 连宝宝以后吃腐食 要用到的搅拌机都给我们准备好了 最贴心的还是 中国婆婆在知道俄罗斯丈母娘的关节不太好后 还特地借了咱们的膏药过来 可能是因为自从我们的宝宝出生之后 一直都是俄罗斯丈母娘帮着忙前忙后的 中国婆婆远在千里之外 也帮不上什么忙 心里多少有些愧疚 再加上我马上就要一个人先回国了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还是要靠俄罗斯丈母娘多帮着照顾 娜娜她们母女俩 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有些愧疑 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有些愧疑